画家艾格 瓦尔登家族的独子 出生优渥 身份显赫 当大多数同龄人还在步里蹒跚的 为人生温饱问题而奋斗时 艾格就已经抵达了幸福的终点 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条条大路通罗马 可有的人出生就在罗马 出生起点超越绝大多数人的艾格 在艺术天分上也表现出了卓越的天赋 他极其喜爱绘画 但也因为热爱绘画改变了他的一生 艾格记忆中的妈妈很另类 自他出生后 妈妈便体弱多病久窝病床 记忆里的画面永远都是 彻夜的干咳和憔悴的容貌 突然有一天世界安静了 轴车劳顿的妈妈死在了马车上 艾格六岁那年 陪同妈妈坐着马车去往城中看病 带着最后的希望 妈妈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 来不及悲伤 另一个噩耗接踵而来 艾格有一个亲妹妹叫艾拉 剧情里的戏份非常少 痛苦迷惘的过去困扰着艾格 离家出走的她 想要追寻真正的艺术 邀请韩德到来成为了救赎的光 在第五场庄园游戏里 她用鲜血灌溉自己 用生命的绝唱画出最伟大的杰作 至此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父亲的不解 亲人的离世 恩师的背叛 天才艾格用精神病的方式 获得了救赎 你会心疼这样的艾格吗